台湾苏打饼的领导品牌飘向半世纪欢庆50周年 除了持续传承创立初衷 也要同时兼具创新 跨界推出了干拌面新品 主打两种辣度选择 十足展现出台湾的家传风味 另外业者也打造了红白PK活动车 进驻新北欢乐耶诞城 只要购买相关产品登陆发票 就有机会抽到2020超级巨星 红白艺能大赏的摇滚区门票 面条放进滚水中 煮个7分钟再拌进特制酱料 美味干拌面就大功告成 不论想吃一点辣还是辣一点 两款口味任君挑选 食品业者欢庆50周年 进驻新北耶诞城 更打造红白PK活动车 邀请民众试吃 我想说它这样看起来 应该跟普通那种市面上的面 应该口感差不多 可是吃下去就意外的Q寒 本身也很喜欢麻将的味道 然后它这是好像是一点辣的口味 然后我觉得这个辣度对我而言刚刚好 想要别开身面还是天赋一饼 红白两对票选比拼 购买产品除了转转盘拼折扣 登陆发票还有机会抽大奖 食品业者不只有经典饼干品项 更跨界推出干拌面新品 主打两种辣度选择 十足展现台湾家传风味 我们秉持着我们创办人做饼干的初衷 坚持做出美味安全安心的产品 二代接班之后 我们更希望能够展现出 我们多年来的品管经验 还有面团创新的竞速 所以我们特别选择的 跨足干拌面这个市场 身为苏打饼领导品牌 飘香半世纪 食品业者期盼欢庆50周年之余 持续传承创立初衷 同时也兼顾创新 记者陈子凡 叶林凡 CMH报道